116. 《文匯報》 外儲縮400億美元連跌四季 2015年7月15日中國經濟 B04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海岸北京報導 兩行作發佈的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 6月末,國家外匯儲備原額為3.69萬億美元 與二季度相比減少400億美元 為連續第四季度下降,並創2013年以來最低水平 但降幅有所縮小 專家分析,外匯儲備規模降幅減緩 可能表明資本外流有所緩解 預計下半年外匯儲備規模將有增有減 全年外儲規模可能略有下降 外匯市場上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升值壓力也會明顯減弱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以連降四個季度 專家分析,外匯儲備的下降 與非美貨幣貶值 藏匯於民意及一大一路建設等對外投資的推進有直接關係 另一方面,中國去年以來 連續多個季度出現資本與金融賬戶逆差 即資本正流出的局面 也是導致外儲縮水的原因之一 兩行此前數據顯示 今年3月活的外匯儲備原額為3.73萬億美元 較去年12月活的3.84萬億美元減少1100億美元 此前兩個季度分別減少500億美元和1000億美元 此外,2015年上半年 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的跨境貨物貿易、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 對外直接投資、外商直接投資分別發生3萬億元 3,711億元、1,670億元、4,866億元